回到新聞現場帶您關心 男子開租來的汽車經過路口右轉時 一個沒注意直接撞倒了整排 十三部機車驚險瞬間也曝了光 而另外在新北市中和 則有女外送員在晚間回家時 沒有注意到路旁邊開出來的小貨車 直接撞上 騎士更是當場沒了意識 大馬路耗製亮綠燈 一台機車直直往前衝 突然間上弄內衝出一台小貨車 外送騎士閃避不及 碰的一聲巨響直接撞上 機車車頭破損不堪碎片 掉滿地現場一片狼藉 事件發生在新北市中和區 二十九號晚上七點多 當時小貨車正要去土城送貨 從巷弄右轉開出來 機車騎士沒注意 煞不住直接撞上 女外送員頭部重疾 當場昏迷送一搶救 旅行士頭部撕裂傷 左腳開放性骨折 搶救後恢復意識 但詳細的造勢責任 還有待進一步釐清 另外在台北市也有駕駛 轉彎沒注意闖了禍 二十九號晚間九點多 一部租賃小客車 行進台北市文山區 移出路口又轉彎 疑似沒算準距離 直接撞倒路旁 一整排13輛機車 林姓男子雖然沒有酒駕 但這麼一撞 不只自己驚嚇 時候還得負起賠償責任 記得朋友宜祖宗林 參謀報告